哈囉大家好我是小慶 129路呢我們來到了苗栗的水雲山 昨天呢我們是夜秋 然後今天就很悠宅的起床了 那昨天在跟銀主聊天的時候啊 他講到一個觀念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就是因為他這裡啊是非常厲害的櫻花櫻地 所以銀主就說他就有規定 你一定要來六次呢 你才能訂櫻花季節的這個櫻味 就是一個配貨的概念你們懂嗎 我還蠻有趣的 可是也挺公平的啦 就是你是常客 我才給你這個櫻花季節的飲味 因為比較漂亮嘛 合理 本集呢聽說阿三又會帶給我們一個很可怕的東西 這是真的巨可怕 請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後 在影片開始前的DM按讚加看你喜歡的知道嗎 還沒話要分享其中你的一小部分是我們一大鼓利喲 還就是我FB跟IG大家一定要追蹤囉 你們跟著我們生活日常啊 就先看片劇吧 今天呢搭3025加加派對艙 這一套組合呢就是我們夏天 最最最完美的搭配 因為太陽很大我們還搭了一個特養簾 那今天呢我們帶的這個 就是露營退車 欸超方便的耶 裡面可以放東西然後旁邊再加兩個延伸板 方便 然後我們還沒有吃早餐 我們睡到了九五點十點 我今天帶了一個東西很想跟大家分享 我就太方便了 就是它 它是咖啡液程 它只要泡到水裡面呢 它就是一杯黑咖啡 加在牛奶裡面它就變得拿體 超級方便 露營必備 目前喝過兩種品牌 我覺得 都不錯 然後夏天也要製冰汁 太好用了 我醃漬了滿滿的冰 再把它放到濃縮液裡面 然後再加水就是 一杯很棒的冰美式 冰美式完成 超方便 爸爸要弄飯給小孩吃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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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喔 人就是這樣 如果你真的是死不去做啊 難得就會去做 欸唷你媽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啊 就看誰先裝死到底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交換人 沒有我只是分享而已 就是不太好的分享 今天午餐就是肉燥飯加排骨 煮飯呢 好不好加一點冰塊 為什麼煮飯要加冰塊 據說呢 是因為 可以延緩它那個溫度上升太快 就是讓它慢慢的溫度上升 可以讓呢 白米呢 煮出來呢 更甜更好吃 原來 原來是這樣 新得到的知識 我就馬上分享給各位 好不好 老話一句 我們都沒有吃過什麼 香甜的白米飯 你不要吵 現在這次啊 你這次就可以吃香甜的白米飯 我們呢 就是馬上學到我們新知識呢 馬上就交給各位 好不好 不常吃 這就是我們本頻道的 中指 OK 很會講 小店鍋好好用 這個排骨真的很好吃 這個排骨真的很好吃 方便 現在要炒這個冷凍菠菜 然後加肉醬 就是一個甜腸菜啦 這是好吃多買的 遠方那位小孩 在秤飯 我太慢了 好吃嗎 好吃 但是我要椅子 好啊 那你就找一個椅子 我覺得這景真的很棒 因為我昨天看的時候 我就覺得天哪 好多變化 而且很方便耶 來 採訪一下這個主人 他可以通風成這樣 這邊也是可以開的喔 如果老公怕我曬 他就沒幫我開 這裡全部可以一路拉到底喔 喔 很大耶 空間很大 很廣耶 他可以把它全開 變成像飛機一樣 對 也可以 但是因為你營柱就很耗了 你每開一個點 就要營柱 對 所以變成你營柱 至少要十幾隻 那很麻煩 所以不用這樣 雙峰裡面 台灣出的真的沒有人出沙網 只有日本這一個 嗯 他都沒有看 就算前下 真的耶 連空面原廠都沒有沙網 沙網很重要耶 這個 夏天真的很適合耶 看外面全部都拉開了 然後他昨天就是 這樣子下來的 睡覺的樣子 後面就很明顯的雙峰 好方便耶 一頂帳篷 真的是變形警告 我們要三隻 五級颱風 所以我們現在 拉一下 因為樓下 下面已經 有人的帳篷斷了 真的假 對對對 所以 以防萬一還是拉一下 我要卸一下我的 金色銀釘 blingbling的 有沒有 這你花了多少錢 這不用錢啊 就我那天 搭完帳篷呢 走著走著呢 不小心 就把銀釘 掉到湖裡 哈哈哈哈哈哈 我知道 然後你又出現一個河繩 對 湖繩 然後就問你說 笑人耶 你的銀釘是什麼 材質的 哈哈哈哈 是這個嗎 他是說 是金色的 還是 銀色的 這是我們Snowpick點數換來的 好不好 雖然我想要小黑湖 有點靠北他換了這個什麼 銀釘 但後來因為急不到 所以 點數要過期了 導致你換這個銀釘也還是不錯啦 至少把它花完了 不浪費 好美 還不錯 還行 不然抽送一隻 哈哈哈哈 要不要 你要怎麼做才能得到抽送這一隻 說細紙幫我帥 哈哈哈哈 就算一千個人來說 你也不會變帥啊 你在想什麼 沒有 說久了就是真的 真的小孩 對 你堅信就對了 對 就像大家都說周杰倫帥 周杰倫就是帥啊 你有沒有想過 也許是他就真的是 還不錯 嗯 這不好說 但是呢 就是因為很多人都說他帥 所以他就是真的帥 好不好 還是需要鼓勵 說久了就是真的 我覺得你會被中杰倫的粉絲 撻伐 口珠筆伐 一人一口唾沫就淹死你 等等 我說的那個傑倫 不是那個傑倫 哈哈哈哈 是周餅倫 看你收看的特輯廚師小校是 沒錯喔 我們好久了好久了沒有錄了 這個單元都沒有人 腰敲碗 所以就一直沒有錄 哈哈哈哈 總之呢 我們用麥當勞套餐 做一個會飯 蛤? 我們用麥當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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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這道料理的時候 我也覺得非常的新奇 所以我就決定了 我要來做這道料理 非常的簡單 我們只要去麥當勞 買一個自己想要吃的套餐 就可以了 然後再加一個電鍋 這樣就OK了 那我們就先洗了一些米 我們在上面鋪一些麥當勞薯條 要擺盤知道嗎? 各位 雖然說這個是電鍋料理 但我們還是需要擺盤的 我們就一根一根的把它放上去 雙層牛肉即是飽 失敗率比較低一點的 唉唷 大小剛好 完美 那我們就這樣放進去 那怕吃不好的朋友呢 我們可以再加幾個雞塊 給的醬糟呢 也不要浪費 有什麼就加下去就對了 嗯? 麥當勞有可樂啊 那你要加可樂嗎? 我們是可樂起家的嘛 所以呢 當然是一定要加可樂囉 救命喔 呦呦 好恐怖喔 想到就怕 哈哈哈哈 適量適量 這是靈魂醬汁 我們適量就好 然後呢 非常簡單 關起來 然後按開始 就好了 我們就進到25分鐘 煮飯25分鐘 師傅大家也應該很久沒看到你了 對對對 一定有一個問題想要問你 什麼問題請說 為什麼你要剪這顆頭 這樣嗎? 這顆頭嗎? 為什麼要剪這麼短 我真的不懂耶 他剪回來我看到傻眼 沒有 因為我一去呢 就是去那個 平常去的那個剪頭髮的地方 然後呢 我就一找進去呢 我就跟他說 不好意思 這次我要剪 呃 澎湖澎同款 他一聽馬上就了解了 就幫我剪那個 澎湖澎同款 笑嗎? 各位 你 氣質澎 哈哈哈 哈哈哈 OK吧 他是有點斜這樣 哈哈哈 真的很不OK 然後下巴要用力一點 我們下巴要用力一點 下巴比較尖 真的很不OK 哈哈哈 不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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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像 一點都不像 我覺得蠻像啦 我覺得這跟頭髮沒有關係 跟臉比較有關係 他剪完以後呢 就秀出這張照片 給我看 一模一樣吧 他說OK吧 哈哈哈 那 我一直很愣 哈哈哈 好不好 就是 跟我想像中有點不太一樣 但是 有點不一樣 來 我們要開箱囉 哇 好緊張喔 刺激喔 根據網路上的學長教學呢 嗯 是要就是 是要就是 稍微攪拌一下 攪拌一下 對對對 我頓時就想到一個字 千萬不要講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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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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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 一開始還沒拌之前是挺噁心的 但是拌一拌以後 我覺得真的還好 如何 不是吉士堡的味道 但我覺得是好吃的喔 我覺得好吃 然後 吉士堡 喔 因為你有加薯條 所以它又有點薯泥的感覺 對啊 嗯 嗯 這是很妙 這是麥當勞套餐 是 不會到 很可怕 不會到不好吃 但是 我必須說 我寧可單吃薯條 你其實都好 沒有 真的就是 身為一個專業的試吃員 就是被 湯匙是必要的 大家都很有興趣 沒錯 那我們在排隊等吃 我沒有 我只是在你們後面 他急速的閃躲 對直接拒絕 對直接拒絕 還可以啦 我覺得第一口是最難的耶 就是因為它看起來很可怕 對 我覺得是麵包那個好乾喔 是有麵包的裡面嗎 對 就是雙層吉士牛肉堡 喔 對 應該只要吃一口吧 就是要整鍋吃完 真的嗎 你還hold不住啊 所以你覺得不好吃 我有牽手了 吃到最後一口了 來檢查一下 沒錯 沒了沒了 我會是呢 報紙的苦行生 的想法 麻煩了 拍手 背負我自己 好不好 師傅再次挑戰了不可能的任務 在大家不看好的情況下呢 我還是把他吃完 首先我要感謝我的爸爸 好 影片最後呢 我來幫大家 導覽一下營區呢 水雲山 露營區 它有四個區 我們呢搭在最上層的A2區 那我非常喜歡這邊 是視野比較開闊 以外呢 它這邊有兩間衛浴耶 也太棒了吧 一邊一間 然後它一邊一間的衛浴 大概都是兩間廁所 然後兩間那個洗澡的地方 而且 兩邊都有冰箱 我覺得哇 也太棒了 帶大家參觀一下營區 這裡是A2區 看一下 這兩邊呢 會完全長一樣 洗澡的地方 然後它也有附沐浴的 一間座室一間蹲室 然後 這樣子也非常的乾淨耶 等於說 其實武藏用這麼大的冰箱 超棒啊 然後還有這邊 然後有飲水機就誇獎 我在跟我自己講話 然後這樣 放出去 完美的 這裡呢 就是A1區 A1區的衛浴長得一模一樣 你看 公冰箱這裡一個 那裡一個 超夠啊 這邊的山路我覺得 不會到非常的難拍啦 就是 山路它是算是短的 然後它這一片呢 就是位於 烏嘎燕竹林 那一大片 那就是影區很多的那一邊 這裡是B區 繼續要往下走 這樣彎彎彎彎 然後那邊是C區 這對膝蓋不友好耶 這對膝蓋不友好耶 一大顆 下面呢 這裡是B區啦 來講一下這裡 衛浴的部分 我是最喜歡的 然後我覺得整體而言 也挺乾淨的 然後 他說這邊有500多棵櫻花 就是都在旁邊 他說你看到的都是櫻花樹 所以櫻花寄來應該真的會挺漂亮的 而且因為它的視野我覺得算是蠻好的 營主也挺認真在清潔的 但這裡真的是風超大耶 我們昨天這樣啪啪啪啪 真的是被風吹到都幾乎睡不著 我們昨天有人是直接撤上地台 風太大了 真的還蠻可怕的我覺得 所以這裡一定要下好下嘛 你的風神 真的 這邊真的是有點可怕 這邊有什麼缺點的話 我覺得大螞蟻挺多的 然後 會爬在一些設施上面 就覺得 不是很開心 但是他居然沒有爽黑文 好啦 影片到這邊 沒有一段落啦 喜歡這支影片 別忘了訂閱按讚加分享 還有打開小鈴鐺 我是小慶 我們是周圍的晚上簽影片 啊我的FB跟IG 大家要記得追蹤起來 沒有更多我們的生活日常 下載再見啦 掰掰 這一片呢 也是用DJI全程紀錄 這是我的新玩具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會想要看完整介紹嗎 真的很方便耶 想看的話 在下面加一加起來 我就拍給你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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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